好 現在就是Julie姐 她已經有化了妝 然後我們現在來看 她的眼睛的地方 就是妳有沒有發現 她兩個眼睛 就是眼尾的地方稍微會把它夾 垂下 對 垂下來 然後稍微夾住了 其實我們要把它稍微給提高 其實提高一點點 妳有沒有發現 她眼睛就差滿多的 當然 然後這時候我滿建議 就是調眼睛的時候 我就會用膠帶 對 然後這個膠帶一般怎麼選擇 我會建議大家可以選擇 有洞的 就是膠帶上面有洞洞在 有這種膠帶 有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這上面 我可以說比較清楚 就是上面會有一個 就有沒有像這種洞洞的 第一個為什麼剛剛講的 這是洞 對 不是一顆一顆的那個 那叫什麼 我以為是一顆一顆的東西 它不是 它是洞 為什麼 為什麼要選洞你知道 因為有時候雙眼皮膠帶 貼久之後 有些人它沒有透氣 這時候我們剛剛就講說 這個有洞的話 其實它的透氣性會比較好 然後其實眼影在上面的時候 它也會比較貼 然後沒有透氣的話 它是一層滑面會在上面 就會亮亮的對不對 對 然後這時候我建議說 大家可以先稍微剪一段 這個是在哪裡買 水電行嗎 還是 這個就是 其實我這是在藥局買的 然後是醫療用的 我們在貼膠帶的時候 因為Judy現在有妝感了 所以我滿建議大家在剪一段膠帶 的時候可以稍微把 這個妝稍微黏一下 對 稍微把上面的油跟粉 稍微我們把它黏起來 然後你看上面有沒有 它就會有 然後這時候 再貼第二層膠帶的時候 它就很快就黏上去了 然後這時候我們在剪的時候 我滿建議說大家可以稍微 就是眼睛的寬度 差不多像一個大概5公分左右 直接剪下去 然後在剪膠帶的時候 我一般會建議大家 就是用這個半圓形的時候 一刀就過去 有沒有 它出來的弧度 我把它在這個刀上面 有沒有發現它就是半圓形的 有 然後一邊是平的 對 一邊是這樣的 這時候你有沒有看到 上面有弧度的地方 就是要貼在上眼皮 對 然後平的地方是貼在下面 好 這時候 因為大家有些人會貼反 貼反 對 對 平的在上面 可是你眼睛就會撐不起來 OK 對 這是我們在貼的時候 來 先閉起來 因為菊莉姐 它上面已經有一條了有沒有 然後我們大概弧度 就再來張開 雙眼皮的這個線上 上 線上面 再去重疊 把它貼在這個位置 雙眼皮的線上 對 好 來張開 有沒有發現 好 先起來 然後你有沒有看到撐起來 更圓 對 然後這時候撐起來之後 你來 你微笑一下 你看它眼神就會比較柔和 對 然後大很多 Good... 然後這時候 我會建議就是 可以用一個咖啡色 怎麼蓋這個膠帶 就是你可以選一個 咖啡色的原因 然後稍微 而且不要有珠光 我要記住 這時候就用一個刷子 稍微蓋在 雙眼皮膠帶上 然後你有沒有看 它就像膚色一樣 就跟眼皮的顏色一樣 對耶 然後因為就是有這種睫毛 我們也是可以再幫它 加睫毛上去 我在這邊就是 也快速就是我們介紹 就是剛剛我講的 中間長 兩邊短 中間長 兩邊短 對 就剛剛那個睫毛 是一樣的 對 娃娃睫毛 然後這時候 我是要教大家把它剪開 就是剪一半 然後各貼一半在眼尾的地方 然後我把它剪開之後 你們有沒有看到 就是本來一副是這樣 然後剪掉一半之後 變成後長前短 對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很省的用就是把這個 一副夾睫毛 用在兩隻眼睛 對 眼尾 後半段 後半段 就是把後長前短 夾在它的尾巴的地方 漂亮 然後我們把它夾在眼 放在眼尾的地方 因為它原本已經有中睫毛 我想說讓它眼睛這邊 再更深邃一點 就是把它眼尾的地方加濃 有沒有 讓它這邊的眼睛 有沒有發現把它的 就是眼皮給調上去 有的 然後有沒有發現 它的口紅顏色也滿淺的 然後 因為媽媽一般都不太敢擦太深 對 可是有沒有發現 它常擦個護唇膏 類似這種的 請問有沒有發現 它的唇色就沒有凸顯出來 這時候其實今年滿流行 那種韓系的口紅畫法 我覺得滿尖 現在有一種這種像 蓋印漿的口紅 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對 印漿型的口紅 這時候這個可以直接點在 中間的部分 有沒有 中央 然後現在這個就有一點顏色 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用一支筆 然後跟護唇膏 然後直接 讓它的唇色稍微有一點氣色 然後這會就它習慣 像平常畫護唇膏的感覺 對 就比較滋潤 你看 顏色讓它的嘴唇亮很多 對 而且膚色就更白 OK